冠军表现时刻由南式洗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主台班 林军 林军一声哨响 上方的比赛点开始 在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的就是江苏苏宁衣构 穿着红色上衣的就是长春亚太 江苏苏宁衣构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攻 那就再准备向前带的时候就有点失控 但是这次是长春亚太队的队员踩着有点猛 无稀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平确是可圈可点 整个一个中场的运动机 你看这时候伊斯莱洛夫 这个有一个危险动作 两个中复卫 一个是伊斯莱洛夫 一个是孙杰 但先看看这个角球 角球再开起来 一个中投球 球进了 果然又是高大的孙杰 这样一来孙杰攻略球 这样一来呢 长春亚太在课场1比0领先了江苏宋宁衣构 就是在这种防守中间的 对这个 好像是个乌龙球 再看一下这个镜头 好像是个乌龙球 两次了 这一次 先看这球 裁判是攻防有力 要补牌 周云这个 铲球非常不冷静 而且是有点恼臭成路 走中路 这一次机会不错 拉开一顿空 到左角的打门 折射 就是到现在为止 孙杰宁衣构最威胁的一次渗透 这一次渗透打出来了 对 已经有这么撩头了 几次这种逼近成功了 对 看这球 左角一角打门 门将这可不敢怠慢 而且球 球速从镜头上不快 但是呢 他加转 对 看对方 这是一个四防 四防三 唐佩洛 这位老帅 在中路 还是走渗透 这是一个绝合的机会 以下打门 还是打得太正了 转移到另外一侧 今天 哦 这个胸部 左角热打门 太倒霉了 球竟然打在了门框上 被弹了出来 只是确实运气不好 就在中路 这种配合 今天打得非常多 直接选择一角打门 门将可是不敢拿球 通过这个定位球 带出来 直接把球端到对方的进去 一闪 嗯 可惜了 看看这个球 防得不错 一脚打门 这种速度优势太明显了 哦 这是应该倒在最后 倒在这张的杨波鱼 杨波鱼拼了命往回追 他已经看到这个空档了 打了个短角球 找空档传球 投球 豪松射门 有五十门框 今天啊 是在苏宁易购的主场 这个长春亚太 是反客为主了 看看个人能力 一对一 还有拉空档 做下动作 再叫打圆脚 漂亮 不抽 一个横空军事 把这球扑到出去 不过也得表演 这球射得很聪明 对 并没有直接扒凌 而是算计了 顾超的原点 他打了个巧地 对 就是画了一个弧线 你看这一瞬间 有一二三四五名 苏宁易购队的防守 被人在那儿站了 但是就没有人上前去扑 但不是说他不想扑 早点起球 投球 投球卸下来还是 这时候主代判林军 之前了全场比赛 结束到少彦 这样以来 教授苏宁易购 在这场比赛中 第十三轮林比 输给了长城亚太 长城亚太 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中 的确抓机会 抓得非常的好 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式洗发水 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去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